大家好,我是Stan Apink 宣布退团了 今天Apink 宣布退团了 今天Apink 宣布再已经上传了手写信 告知了粉丝们退团的消息 我要离开一起走过11年的Apink了 因为是跟家人一样的地方 所以经过一番苦恼后才困难地做出了决定 回想跟成员们粉丝们度过的时间回忆 就会让我有无法形容的感受 真心的感谢 让我的时代二时代变得最辉煌 最幸福的所有人 我会将宣布这个名字刻在心中 不会做出对不起这个名字的事情 我也会真心的为Apink姻缘 而Apink 宣布公司也正式发出声明表示 以4月19号发表11周年分送那一天起 Apink 将会以5人组合继续活动 成员6个人以及2家公司 有一起见面讨论团体的事情 最终下了这样的决定 最后 Apink 队长 也在网上发文安慰了粉丝们 现在只能对大家说对不起这句话 因为是一起度过困难幸福时间的成员们 所以还没有真实感 为了维持Apink 每位成员们都有牺牲努力 我们有考虑什么是最后的选择 而最后做的决定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Apink和宣布公司辛苦了 做了10年已经很尽力了 宣布公司以后更成功吧 之前因为没能参加团体活动 所以被骂了很多 这样退团其实也不错的 彼此要走的方向不一样的话 这种方法反而会更好 虽然觉得很伤心 但是还是会继续姻缘6个人的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尊重成员们的决定 也希望Apink和宣布公司都能在各自的领域 继续走花路